回到新聞現場來看看 美國說保衛台灣 現在不再打模糊仗了嗎 拜登說得很清楚 會介入 那另外這場俄乌戰爭 讓俄羅斯的殘忍暴行 公開了 公諸於世 不但中國不停 現在連印度也開始數落普丁了 今天的大世界話題 就要帶您一塊來討論了 我們就先來看看 拜登接受了美國電視的專訪 他又講到了一個台灣問題 拜登怎麼說的呢 他說如果台灣遭受到攻擊的話 美國會出兵 這樣的講法是拜登上任以來 第四次提到了美國會不會介入 同時也是最明確的表態 我們就來看看 當時主持人是怎麼問的 主持人還特別謹慎 問了兩次 那拜登他先談到了 有關台灣獨不獨立的問題 拜登說 台灣必須自己做判斷 美國是不鼓勵台獨啦 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主持人馬上就追問說 那麼美軍是否會保護台灣呢 好拜登的回答是說 沒錯 如果台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攻擊的話 會 那麼接下來主持人又問了 是美軍的男男女女都會保衛台灣嗎 那第二次機會 拜登又回答 他說會 是的 那這其實是拜登上任以來 好幾次講到台海問題 已經是第四次了嘛 之前他講得不太清楚 一度也被認為是說錯話 那從去年八月份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也提過一次 他說任何一個北約的盟國被侵略 美國都會做出回應的 一樣的情況也會通用在台灣身上 只是美國會有什麼樣的回應呢 他那個時候是沒有明說的 那後來在十月份的時候 CNN的也問到說 美國會不會出手防衛台灣呢 拜登就回答說 有 我們有承認會這麼做 而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拜登在日本跟岸田文雄召開了記者會 當時有記者臨時就提問到這個問題 問拜登說 是否願意用軍武的方式來防衛台灣 拜登的回答也馬上講說 是 但是常常拜登講完之後 白東的官員立刻跳出來說 不不不啦 美國的對台政策是沒有改變的 因此那個時候就有評論認為說 拜登是講錯話講太極了 所以白宮的官員才趕快出面來幫他做一個撇清 那麼這一次他講話講的算是非常明白了 他講完了之後白宮的官員還是一樣跳出來 也是講同樣的話 說美國政策沒有改變了 拜登他身為三軍統帥 他講的是自己的看法 只是這會兒大家就看得非常明顯了 拜登自己講自己的 美國的官員也講他們的 兩邊是不同調的 有國際專家就認為說這根本是製造戰略的混亂 那另外有台灣學者認為說 相同的戲碼已經上演這麼多次了 其實拜登心裡他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已經有定見了 他已經在畫紅線了 那另外一位智庫學者葛蘭伊 他也提出了看法 他說拜登兩次提到 台灣要不要台獨可以自己決定 他說拜登這個說法呢 比保台論還要危險 這樣的說法會讓中國是很有壓力的 而拜登從戰略模糊到清楚表態 似乎也是意會到了 中國的野心越來越明顯了 中國侵犯台灣現在還傳出進入了 倒數五年的時間 我們先來看看 中共對台灣用的是兩面夾擊的方法 從海面上 從空中 現在是一起進行的 我們先來看看台灣在這個地方 左邊這一條是海峽中線 那左邊的部分呢 空中就是對台海中線的一個侵擾 這一直看起來是沒有結束的 光是在這個月的17號 25架的軍機繞台 兩個架次逾越了台海中線 那這一次還首次出現了什麼呢 出現了彩虹寺的無人機 那麼這一款無人機算是中程的無人機 它最遠的航程可以來到3500公里 而且巡航時間也有達到40個小時 那另外還出現了這個 是戰略版的無人偵察機 叫做無偵漆 這個偵察機呢被稱為是中國版的全球之音 也可以當作航空母艦殺手的一個眼睛 也就是幫這個航空母艦殺手直路用的 那另外剛講到的是我們的台海中線的部分 那另外在我們台灣的東邊這裡 海上又遇到了什麼狀況呢 日本的情資發現了中國從這個8月下旬開始 長期派的是驅逐艦 盤踞在我們的蘇澳外海 還有其他的艦艇喔 此外他們還用交接班的方式輪流出現 甚至從8月6號一直這個統計到9月17號 40幾天以來的時間 最多的時候一次還派出了多少呢 14艘的艦艇 那少的時候其實也有6艘的艦艇 平均起來每一天至少有5到8艘 就在我們的旁邊繞來繞去的 對台灣也造成了一種另類的一個壓迫 那美國的CIA副局長柯恩他就說了 他說習近平其實已經下令 下令什麼呢 好他說習近平下令共軍喔 要在2027年之前發展出可以武統台灣的能力 但是他說中國其實還沒有決定 到底要不要用武力攻打台灣 只是希望解放軍先做準備 因為習近平呢 來自這個美國的情報圈就顯示了 習近平下令這個解放軍要先做好準備 就是他覺得有需要的時候 解放軍就可以辦得到 但是根據最新的情報 習近平他對於台灣 他還是希望用非軍事的手段來占有 那另外一位就是美國的戰略準司令了 他叫做柯頓 柯頓上將在國會聽證會的時候 他也警告 他說中國現在已經具備有貨真價實核三位一體的一個打擊能力了 什麼叫做核三位一體就來看看了 在陸上在海上空中其實他們都做了已經非常嚴密的一個部署了 包括了洲際彈道飛彈還有前射彈道飛彈 在空中還有戰略轟炸機等等 那麼這一位這個美國的戰略準司令他就認為說美國應該要調整戰略方向了要正視中國現在具備核三位一體的打擊能力特別是二零二七年這個數字出來之後 大家對中國也是借順恐懼 在專訪後隨即表示美國對臺政策 也沒有進一步說明美方是否會出兵保衛臺灣 但從去年到現在拜登就講了至少四次要保衛臺灣 當時就掀起美國對臺政策從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的辯論 面對中國解放軍頻頻頻對臺軍事恫嚇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副局長柯恩的說法 習近平已告訴解放軍他希望在二零二七年前具備 以防止臺灣的能力 而中國去年成功研發難以追蹤又能攜帶核彈的高超音速飛彈 如今美國將領再次示警 中國核武不可同意而語 拜登提名接掌美國戰略司令部的空軍上將柯頓不諱言 從二零一八年開始中國核武迅速發展 當年美國評估北京是想取得最低核赫阻力 著重區域霸權但近年明顯轉變 所以美方必須調整戰略規劃因應 也可能因此進一步深化美臺關係 象徵美臺關係重大轉變的臺灣政策法案 近日在參院外偶會通過 接下來需要付眾院審查才能遞交拜登簽署生效 臺灣方面高度關注相關時程 只不過眾議員薛曼認為 今年內要完成立法有困難 因為將面臨十一月的期中選舉 若想讓法案內容通過 可以包裹在國防授權法案中 才可能加快法案審查的進度 三立新聞葉里維報導 而俄烏戰爭兩百零六天了 那麼烏克蘭的戰士 不但對俄羅斯越來越不利 甚至還出現了亂葬鋼 那難道就是因為這樣的亂葬鋼 讓國際之間真的是嚇到了 國際之間原本要挺俄羅斯的話 現在立場都出現了鬆動 挺不下去了嘛 我們先來看看戰士的部分 這張烏克蘭烏東的地圖 其實藍色的部分 是烏軍現在慢慢收復的土地 是越來越往俄羅斯來靠近了 那紅色的部分 還是目前俄羅斯軍隊所占領的地區 那現在兩邊是怎麼喊話的呢 烏克蘭喊出了幾句話 他們說要解放盧干斯克 也傳出烏克蘭的軍隊 所以現在不斷的炮擊 把俄羅斯的軍隊人員逼到了邊境 也就是貝州這裡 那另外俄羅斯也喊出 他們要死守在烏東分離兩個區域 擴大攻擊民間的設施 俄羅斯喊出來這個攻擊 還是要繼續的 而在戰事上面 讓烏克蘭戰上風了 其實好幾次傳出 普丁可能會使用核武或是化武 那拜登這次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特別講到了這個問題 有沒有可能普丁會使用核武跟化武呢 拜登對這個議題 他非常激動的說了三次不要 他說弄弄弄 那他喊話普丁說 一旦用這個核武或化武 會改變戰爭形態的 不過現在的烏克蘭戰爭 只要掃過的地方 真的是像人間煉獄 大家都看得清楚 因為畫面都出來了嘛 來看一下烏東的城鎮一九畝 這裡被發現了 十多個地方都是拷問處 不少平民就是在這裡被刑囚 還有電擊的 那另外甚至還發現了 總共有445座的亂葬鋼 甚至有好幾百具的 軍人跟平民的屍體 被發現的時候 他們生前死狀非常凄惨 不但四肢被打斷 頭部還被套繩圈 而且是遭受到了 刑刑式的一個槍決死法 那另外我們看到 同樣在亂葬鋼裡頭 還發現了這個哈爾科夫 還有大屠殺 有一個六歲的小朋友 一家三代就死在 俄軍的一個炮火攻擊之下 那麼對於這些 烏克蘭的殘忍暴行 有俄羅斯的議員 被問到了這個問題 他怎麼說呢 他還不認賬 他說這些死者 是烏克蘭自己留下來的 原來是他認為是俄羅斯的軍人 好心埋葬 這樣的說法當然不被大家所接受啊 雖然普丁說過 他說俄羅斯並不孤單 但是隨著這些俄羅斯殘忍的暴行 一樁一樁一件一件的曝光之後呢 有些大國紛紛決定 要跟普丁現在保持距離了 我們就來看看之前這場會議就非常的清楚喔 這張照片呢是各國領袖的這個晚餐 餐宴的合照 非常明顯看得到 大家都參加了晚宴 而且也合影留念了 普丁我們看到他站在中間 比較偏右邊這個位置 但是畫面當中缺了誰呢 缺了習近平 因為防疫的關係 他並沒有出席在晚宴 當然也沒有跟大家拍照了 那另外原來還缺了一個人 就是印度的總理莫迪 原來他也沒有出現喔 其實之前拜登就不斷警告過習近平了 如果違反對俄羅斯的制裁 會犯下滔天大罪的 那習近平在這場會議當中 確實他完全沒有提到 烏克蘭三個字 也沒有真的去挺這個俄羅斯 而莫迪呢 他雖然有去開會 但是他不但沒有跟普丁參宴 兩個人在進行一場 這個雙邊會談的時候 莫迪甚至還教訓普丁喔 莫迪不但沒有出席參宴 他還講普丁喔 他說跟你說 現在不是戰爭的時候啦 那路特社就對於這個部分 有進一步的報導了 路特社的報導就指出說 普丁對於莫迪的指責呢 其實當下他愣住了 覺得有點驚訝 但是普丁只好抿了抿嘴唇 他看了莫迪一眼 然後他又摸摸後腦勺 那普丁也回莫迪說 好我會盡全力的 努力的結束這個局面 但是現在看起來好像也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那印度呢似乎對俄羅斯也不滿了 但是我們就來看看印度跟俄羅斯的關係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的變化呢 以前他們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遺存關係呢 其實印度一直以來 印度不但會跟俄羅斯買什麼 買油 而且買一些能源 另外還會跟他們買的是軍事的買武器 那麼從戰爭爆發以來 中國跟印度呢 就不斷的向俄羅斯其實進口石油 其實中國跟印度向俄羅斯買的油 早就已經超過了歐洲國家了 去年八月份的時候 印度原本跟俄羅斯只進口幾十萬桶的油 今年我們看一下這個黃色的數字 已經增加到將近進口一百萬桶了 那除此之外呢 印度也向俄羅斯買了超過十億美金的一個肥料 還打算簽三年合約的 這個是在一些這個原物料 還有在原油的部分 那另外印度跟中國 印度跟俄羅斯的一個依賴狀況呢 其實印度也一直是他們最大的一個武器買家 有三分之二的軍事裝備 包括了戰機 包括了船艦 包括了航空母艦 包括了導彈 其實印度之前都是大量跟俄羅斯來購買的 那印度在能源上 在軍購上 明明就對俄羅斯有非常大的依賴 但是印度在國際關係上面 一直也都是兩面手法 大家都知道嘛 印度的處理方法一直都是 我誰都不得罪 而且也都不選邊站 但是隨著現在的國際情勢發展 印度自己也知道了 必須要減少對俄羅斯的一個依賴 逐漸跟其他的歐洲國家來購買武器 那這次剛剛也講到莫迪甚至還直接數落俄羅斯 那印度的兩面外交手法 會因為這次戰爭出現什麼樣的變化呢 一起來看看 俄羅斯裝甲車殘骸散落一地 隨著烏軍光復一九母 CNN也挺進當地揭開二軍佔領期間 在此進行慘絕人寰的屠殺行為 一座座的十字架出立在地上 根據CNN報導 一九母一處亂葬崗 至少有多達四百四十具屍體 當地民眾甚至在一封信上 發現令人心碎的訊息 烏干的調查局同時在哈爾科夫 發現十肩酷刑事以及刑刑工具 挖出了遺體不僅有孩童 部分屍體還有遭受淋虐的痕跡 這些殘酷事實都讓俄國總統普丁 遭人唾棄 連說三次別用化學武器 美國總統拜登力勸普丁 切勿挑戰國際底線 俄軍在烏克蘭的惡行 連以往盟友都看不下去 根據烏茲別克總統發布的 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晚宴照片 多國領導人和普丁有說有笑 感覺氣氛相當融洽 但就是沒看見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身影 難道是要跟普丁保持距離嗎 習近平聲稱為了防疫 不和盟友共進晚宴 但連和老朋友普丁會談 都距離超級遠 雙方互動越來越尷尬 普丁也只能自找台階下 不只習近平刻意疏遠普丁 讓普丁尷尬的還有印度總理莫迪 今天東在外面沒有越來越來越莫迪 當面勸二軍收手 讓普丁臉面無光 莫迪重申期盼戰火早日停歇 透過對話和外交手段解決歧見 但印度過去和俄國可是哥良好 俄戶戰爭爆發後 印度和俄羅斯之間貿易不間斷 印度進口的俄國原油量增加六倍 另一個分不開的原因出在武器 印度的軍事裝備超過60%來自俄羅斯 就連印度陸軍北方司令部前總司令受訪都表示 印度對俄國軍事戰略裝備擁有巨大的依賴關係 過去幾年當中印度一直致力於軍事裝備來源多樣化 但對於俄國的依賴很難輕易或迅速被取代 如今國際間一面倒譴責普丁 印度也無法置身事外 只能好言相勸 但能不能發揮作用 恐怕人是未知數 三立新聞夜裡有報導